白內障是水晶體混濁造成的 大部分發生在老人家 但是最近在門診 我發現到年輕化的趨勢 為什麼白內障會發生在年輕人的身上 因為高度近視 還有做過雷射近視手術的人 也比較能夠提早發生 長期用眼過度導致近視加深 也會導致白內障加深 民眾對白內障的誤解 常常以為眼睛前面要一個白白的才是白內障 其實不是 大部分白白的是眼液 白內障是在眼睛深層的水晶體的地方 一般從外觀看不到 所以白內障從外觀看不出來 除了用眼科的儀器 另外有人會以為白內障會傳染 一眼會傳染另外一眼 其實不是 因為它是一種老化 大部分兩眼都會一起老化 只是可能嚴重程度兩眼會有不一樣 白眼上的症狀是視力模糊 那所謂視力模糊是 你戴了眼鏡矯正以後 還看不清楚電視或報紙 這個才是真的視力模糊 不戴眼鏡的模糊不算是 那除了這次視力模糊以外 還有沒有其他的症狀 有比如說 他看東西突然就看成兩個 那還有 你原來需要戴老化眼鏡的 突然就覺得 看東西變得清楚了 不用戴 其實是因為白內障導致近視的加深 導致了 你不需要戴老化眼鏡 另外有時候 晚上看東西會有炫光的現象 這個也是白內障的初期症狀 所以民眾如果發現視力模糊 看東西重營 晚上有炫光 老化眼不見了 那你可能已經有白內障的初期 請到門診進一步檢查 預防白內障的方法 除了戴太眼鏡 黃紫外線以外 可以吃一些抗氧化的維他命Ce 類似胡蘿蔔素 然後再來就是要戒菸 因為吸菸會使得白內障惡化 團結束 不止 更不立刻 一刻 症狀 有症狀 有症狀 抗糊